部队官兵走进校园中国青年王 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萧荣川通讯员罗亲王孟主 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 是祖国的未来 12月19日 武警北京总队新兵13大队 在野营拉链中走进校园 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让同学们零距离与官兵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组织观看单个军人队列动作 擒笛术 金弓盾牌 应急供术等军事科目演示 大宝演服应急供术示范擒笛术 示范精彩的军事科目 示范展现官兵活影的军事技能 在歌在舞的节目表演 展示新时代官兵的亮丽风采 军人的阳刚之气 在搭搭河中彰显的淋漓尽致 军人的柔和之美 在歌声舞步中一览无余精彩的快板拉链图中 明足舞蹈彩云之南等节目 为学生们带来欢乐 不少学生表示 如果有机会 一定会报名参军继位自己的梦想 也为强国梦 强军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场分为热烈人生的精彩 不只有诗和远方也有大漠孤烟 铁马冰河 青春也不只有眼前的潇洒 更仅有家国和边关在学生们眼中参聚 是个意向丰富的自演铁马秋风 沙场点兵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建设强大国防而努力 透过学生们一双双的渴望知识的双眼 和充满阳光的脸庞 看到祖国的未来 也会越来越好学生们 与官兵亲切互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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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